Hello 主餐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琪琪 琪琪今天要带文文姐姐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找文文姐姐 然后去她那里吃个午餐 我已经鸡肠碌碌了 所以我要加快步伐 我已经到姐姐家了 然后姐姐现在要做午餐给我吃 明明在舔毛 呀呀 好了 不打扰你舔毛了 大乱顿 坐好了 我现在要去赶大吧 我们终于赶上车了 我们刚才还差点上车了 好傻 等去了那个地方你们就能知道为什么我能穿无袖衣服 我觉得你们应该能猜得出来吧 是个小区然后进来要有门禁卡才行 这个电梯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我已经到了 然后文文也被我介绍过来 等等是没有脱毛的方面的 所以不用期待了呀 这就是仪器 然后躺在上面 它要裹一个尾巾 然后等着要轮到文文 它也要试一下 好胖 我已经弄了第三次了 然后那些人就说还用弄一两次就可以干净了 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 毛毛 毛毛露出来了 我可以夏天都穿无袖啊 什么背心啊不行 耶 游泳也不再害怕 我们现在有些渴啊 我就请文文去喝一下奈雪 你又不是恶狼神 我们六狗为啥不牵绳 哇好押韵啊 我们六狗一定要牵绳啊 我去弄的时候 那个人还跟我说我的纯毛有些多 其实我对纯毛不是很在意了 我觉得还好 然后我们买了一个肉松 这个好吃强烈推荐 跟那个包师傅的味道很像 刚刚上座了 他没有给我换酸奶 然后我和他说了一下之后又换了一杯 刚刚那杯我们还喝了两口呢 然后这是一杯新的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140块钱去做个夜下激光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它是五痛感 差不多短短两三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四到五次就可以弄干净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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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